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联想到什么 让我联想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经常这样 就是每当有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自动反应 所谓自动反应就是有一个刺激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反射动作就是这样子回应了 其实发生会影响到我们嘛 如果我们的反应都是很正常很自然之间的话呢 那它的影响力就不大 可是如果我们的反应能够经过一段两段三段之后 再反再回应的话 那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 真正会喝汤的人是怎么喝的 我不知道 不过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说汤端来的时候 我稍微四两三口感觉一下味道如何 如果味道真的太淡了 也许多加一点点调味料 无可厚非 如果还可以的话 那不妨就试试看这个汤的原味嘛 我常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把很多事情 搞成我们最喜欢那个样子 最喜欢那个样子就是最标准化的那个情况 那么我们错过最多了 怎么说呢 我举一个例子 到欧美旅游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十几天 我就发现到 我们有一些团友 他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每餐饭的时候 用餐的时候 都会拿出一些调味料 是马来西亚的调味料 辣椒酱啦 还是等等啊 总之是这些调味料拿出来配菜 配饭 很好因为有家乡的味道 然而你们又发觉到 这也代表我们跟那一个社会 那一个环境格格不入 因为我们去到别人的国家 飞了那么远 还用自己的饮食方式来过生活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人生的丰富是开始能够接受 不一样的变化 如果我们到哪用餐 到哪做事情 都一直要按照我们过去的 习惯的方式 来做的话 那么我们不是错过很多 人生得到多还是错过多 我觉得是错过太多 毕竟啊 我们的想法常常让我们安顿在我们的习惯领域 因为习惯所以自然 因为习惯所以安全 因为习惯所以 所以放心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待着 也就是我们的舒服环境 如果能够稍微的生活当中 能够随时随地去触碰我们不舒服的环境 扩大我们的习惯领域 拓展我们的舒适圈 那么我想我们的人生 得到的部分会不一样 既然跟你分享 你会喝汤吗 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不管任何的汤端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还是试试看一下吧 因为每一次每个时刻 可能烹调的人 他的心情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所端到我们面前的这一个作品 也许会不一样 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是要把 用调味料把它调成同质性 都一样的一个味道 才能够入口 毕竟人生 酸甜苦辣各有其作用 而所有的作用都是来丰富我们的人生 好了 今天就跟你简单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